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天选之人真的有这么难查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学者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退役少将栗正杰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来宾 好 来看到这个检方四个一年多 是终于着手来侦办超司进口弹案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关键的人物吴玉飞 始终是滞留日本不归 在昨天他终于返台来接受征讯 他的角色真的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食品商的代表是他 日本代理商也是他 最后超司的进口商 还是他妈妈开的公司 他根本就是三位一体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怎么说呢 他说我没有涉及步伐 我只是配合政府 我不清楚其他的细节 我不会逃亡也不必积压 果然如他所说 连个生涯都没有 他最后就被依照诈欺 未造文书罪 直接三百万元交保了 好了 那么也被列为被告的 农业部长陈俊 记责说他个人非常的坦荡荡 希望检警能够赶紧的来厘清 接着呢 继续以农业部长官的身份 来到处去视察 所以整个超司期啊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包括了秦宇桥 他是两百万元交保 然后呢 包括了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陈吉仲啦 林聪贤啦 还有陈俊记啊 通通都无保请回 甚至是征讯时间 还不到三个小时了 所以整个案件 涉及了十亿的工厂 最后竟然是无人收押吗 好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反观这个金华城案 目前至少已经有五个人 被收押了 甚至是还要延压案 对比这两个案子的 侦办力度真的合理吗 那超司案和金华城案 看起来像是同一个检察官 在侦办的案子吗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七个人被收押了 然后有一个交保 所以现在十二六个人在收押 你说五个人 我在想说到底 有谁放出来了 竟然讨出我的罚长 没有 当然因为案子非常的复杂 恐怕大家也都忘了 但是刚刚汉宇讲一大堆的鸡蛋 你说这个秦宇桥的女儿 吴玉飞的角色很关键 我是不这么看 为什么观众朋友 你要想说 还有一个人在日本 橘子也在日本 那橘子为什么不回来呢 柯文哲案的橘子不回来 但是吴玉飞回来的 这让我想起当年的这个扁案 有一个人从日本回来 那个人叫估重量 估重量是怎么回来的 是搭私人的飞机回来的 而且已经跟特征组讲好了 然后全程不上手铐 他是通气逃亡 吴玉飞这个还没有被通气逃亡 全程不上手铐 而且也没有收押 但是估重量钱比较多 他是一亿元交保 那吴玉飞这行情 可能就三百万就交代了 那特别有一点 我来补充刚刚亥玉讲 就是说整个超私的鸡蛋案 他有六千九百多万的 所谓的不乏所得 已经扣押了 所以观众朋友 我发现以我来看 大概就是结束了 就是说包括刚刚亥玉提到说 陈吉仲跟林从贤 还有陈俊基他们去 他是过个场 没有任何的强制处分 他们是用被告的身份 传前后任的 其实这三个人都当过 农委会农业部的主管 林从贤在当农委会主委的时候 副主委是陈吉仲 陈吉仲在当部长的时候 陈俊基是副部长 所以他们三个是前后任的 农委会的这三个主管 然后都没事 这代表什么呢 观众朋友 你看到说陈吉仲在这个 在这个北柬的 还能够这样子 充容这样子 表示什么 他这是办给你看的 他连吴玉飞都能够回来 他不会忽然回来的 而且关键的角色 是秦宇乔的弟弟 也是吴玉飞的舅舅 是以前吊喀局 退休的这个高官 不会忽然跑回来 一定是大家都 有一个默契而谈好的 不然举止怎么会不回来 就是还没有讲好 那估重量当时 为什么赶回来 后面都讲好了 所以昨天看到他回来 我也是笑一笑 想说那大概这案子就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大家不要再去想说 要对这个赖清德 诉贪的部分 早就应该清醒了 因为超市案子 不是就办给你看了吗 对不对 那当初为什么 这些鸡蛋这么离谱的 难道说你要告诉我 林冲贤 陈吉仲跟陈俊记 都没有责任吗 我不相信 你看我们丢掉了多少蛋 我们花了多少的冤枉钱 那我就讲一个最简单 最离谱的 为什么都给吴玉飞呢 吴玉飞通知他妈妈说 妈妈你赶快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我把前面那家干掉 然后后面的就让你来进口 钱都自己赚 那这不是图利 什么是图利呢 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办假的啦 除非你去办陈吉仲 但是这个主持人我的这个看法 应该是不会有陈吉仲的 恐怕就是吴玉飞跟清雨桥 他们母女党就解决了啦 然后这个郑文燦的案子 这个大家不要那么大惊小怪 这个在司法职务上是常见的 常常见到 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审判长 有的是法官 以前我们这个法界的笑话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要分案嘛 好 比如说这个侯汉廷啊 施老师跟我分案 结果我分到了 我分到了哈远宜的弊案 哇 这弊案太难办了啦 这被告二十几个 然后又是什么什么内线交易啦 不然就诈骗啦 被害人一两百个 就以前不是有那种西津的吗 洪源案那种几千人那种的 说到这案子怎么办呢 我就写辞诚 我就去当律师 我就不干了 不然就说我掉花脸 我台北的法官我不干 我掉花脸 掉花脸总可以吧 逃跑 所以类似像这种状况 抽到分到大的案子 然后临阵脱逃 在我们社会记者来看 那个是司空见惯 是你们少见多怪啊 但是话讲回来 这个案子最关键的是谁 是他嘛 郑文燦嘛 那郑文燦的案情 我讲很多次了 我就不再讲了 我简单的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案子有很复杂吗 有复杂到说 审判长要撑并退休吗 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郑文燦 大家很清楚嘛 就这样嘛 就五百万嘛 就一个副职党 然后还讲话大嘴巴 又被人家监听 然后送五百万 到郑文燦的官邸 郑文燦先收下来 又退给他 我已经讲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吗 一点都不复杂 可能交互结婚一两庭就结束了 所以你说这个审判长是 胃苦怕难 然后离开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可能他自己 真的是身体的这个状况什么的 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会闹这么大 就让你看到什么 看到这些法官的小鼻子小眼睛 以前他们内部真的会吵架的 就是说 有时候会颠倒过来 譬如说在检察官 他们都喜欢办大案例大功 然后检察长的爱将施政锋 分到大案 其他检察官就摔桌子摔椅子 然后就很生气什么的 然后法官就说 我为什么华汉廷 这个月分到九个案子 我分到十个案子 为什么华汉廷少分一件 然后就跑去跟庭长吵架 我们以前在法院 就看到那些检察官跟法官 真的很好笑 所以大家都当笑话来看就好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自由时报的副总编辑 他说民进党要珍惜翁晓琳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翁晓琳是国民党的立委 他呛吓说 我服从的是宪法 我不是服从宪法的判决 大法官的那些判决 我没有要修法 要跟大法官对着干 那所以自由时报就修理他 那我跟大家讲 翁晓琳的先生 他老公以前是大法官 可能大家不晓得 那你回去你家问一下你老公说 这样子大法官的判决 立委是不是应该修法 那这个刚讲嘛 就是说这个民进党要珍惜翁晓琳 那国民党要珍惜谁呢 国民党一定要珍惜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这是民进党发言人吴征 国民党一定要珍惜他 然后拜托戴清德不要换 因为吴征 这个在昨天周遇寇的专访 这个胡说八道讲了一大堆 他说这个持夺公权 他说柯文哲的案子 柯文哲一定会被起诉 然后2028呢 什么民众党就面对什么分水岭 然后持夺公权什么的 但是我要告诉吴征 因为吴征他以前是美国人 他可能对我们的法律不是很清楚 你要判决定验 判决定验才持夺公权才会生效 那我就请问吴征 现在是2024年都快过完了 然后2028年只剩三年多了 你觉得柯文哲这个要三审定验 你觉得有可能吗 吴征 我也不要跟你计较的 因为你显然是不懂 周遇寇也不懂 所以柯文哲反而他会做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我连柯文哲的竞选口号都不让他想好了 来来来 当选过关落选被关 这个谁最熟 施老师最熟 以前民进党陈水扁 他们都在 阿彪啊 大夫出征 像什么吴淑貞 周庆域他们都是这样子 当选过关落选被关 柯文哲你就拿着这个招牌去选 然后呢 去打点这个武针 那另外一个 有一个很好玩的是 这个民众党的内部说什么 有人建议柯文哲认罪协商 可能要被开除党籍 这我也觉得很好笑 认罪协商贪污不能用 贪污罪是不能认罪协商的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大家都法盲 你怎么你侮辱我们 我问你 贪污可以认罪协商吗 那我换一个题目好了 杀人可不可以认罪协商 我把人杀了 然后我去认罪 你要跟谁协商 协商什么 只有轻罪才可以认罪协商 那种贪污杀人 那种宗罪是不能认罪协商的 好不好 大家不要再 在在在这个 这个下败鬼扯了 那至于郑文燦的案子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 不是在在他家收出了 六百多万的财产男员不明罪吗 我跟大家讲 他的挺难 到十二月才开 十二月才开庭 所以我要继续保持身体健康 我要等着看郑文燦开庭 我要告诉大家 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重点 包括超市的这些当案 郑文燦的案子 陈曲玉的案子 林一锦的案子 陈宗燕的案子 都是办给你看的 他真正要办的只有可文哲 其他的都是随便乱办 不然我就问赖清德 高端你要办吗 谢龙介在立法院咨询的 台南的光电 你又要办吗 赖清德 台南在弄光电的 有几个是你朋友 你敢办吗 赖油油你敢办吗 我下一段再跟你讲 赖油油不要脸的事情 赖清德 我告诉大家 赖清德 树瘫是假的 而且赖清德已经为 2026跟2028 在刺激 他在布局了 他在酬庸 国民党不要再睡觉 赖清德都已经在瞧了 好 不过杀人好像真的 不用认罪血祥 因为大法官说不能够判死刑 但我们可以看到 吴玉飞其实整个讯问的过程当中 还在喊冤 说他只是配合政府而已 其他细节他通通都不清楚 那么陈俊记 昨天他在房台视察的时候 也说自己是坦荡荡 希望检调赶紧来厘清疑点 整个超司案 关键的人物都希望司法还给他们清白 但是民众也想要知道 超司案什么样的 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 希望能够水落石出 问题是超司案拖了一年多 检调才开始动作 而且搜索超过了一个月 但是吴玉飞也是慢慢的 非常慢条思理的 回到台湾来接受调查 那么过了这么久 很多人也质疑也担心说 是不是该灭阵的 已经灭阵完毕呢 那检方到底可以查到什么呢 网友就说了 大家可以买个折凳吗 买个板凳坐下来 等着看承办的检察官 到底什么时候会升官吗 将军怎么看 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抱任何希望 其实也不要看 不要将军怎么看 将军闭个眼睛看 其实这真的是不需要看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这么久了 要办早就办了 那等到吴玉飞这么久一段时间 回来是不是该灭阵 该处理完都处理完 其实我们只要 包括他们三位 从法院调查外以后 脸上带着笑咪咪的笑容 然后走出来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法院里面 这是最高司法院的大法官解释里面 取消掉国会的调查权 其实很重要一个因素 那我特别要跟观众讲 其实我们一般小老百姓的话 当然是被司法院 被这个法院检察官来调查 但是谁来调查这些行政官员 我们都经常听过一句话 这个不当的政策 比参户还可怕 那如果说做了不当政策的话 谁来检查这些 做不当政策的官员 就是要国会嘛 那以前说是监察院 那现在试问监察院的院长现在是谁 陈菊 监察委员是由谁提名的 民进长现在在提名的 那你认为我们还指望这些监察委员 可以做一个公正的对这个行政单位的这些首长 他们的不管施政上的问题或者各方面的问题 能够做一个很公正的调查吗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说是立法院 现在来讲我们唯一指望的是立法院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国家五权宪法设计的制度 有一点这个怪怪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认为说是 对于官员的调查是由监察委员 但是问题监察委员提名是由这个总统来提名 那我们本来理想中的总统是一个很公正的总统 当作五院的一个这个协调者的一个角色 但是问题是说总统当自己总统自己本身 就已经有党派的立场之后 你就很难再去指望他提名的监察委员 可以行使所谓的国会调查权 因为我们按照如果这是大法官解释来讲的话 我们把监察委员也当作国会的一部分 那你立法院就不应该去 这个抢占监察委员的调查权 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监察员 从监察院院长到这些监察委员 都是民营党所提名的 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实在是小老百姓 没有任何指望 那这件案件我相信这个超市这个案子 里面你去问全国的老百姓 当然我们没有其他证据 可是这个每一个人心里头有一把尺 你说这个整个超市案 整个过程之中我们都很了解 那怎么可以一个人自己左手 去跟自己下单 跟自己的右手买东西 这东西你觉得讲不过去 50万的金额可以进口上亿的带 那你说中间没有弊端 你说我们调查都没有弊端 这个实在是我们很难接受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 所以你说没有弊端 那就没有弊端吧 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那把尺还是会在 在这边我特别要讲一下 利用这个机会我要讲一下 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有多重要 因为我是军人 我特别要呼吁一下 那不管是谁去调查 因为我们现在国军很严重一件事情 是自我伤害的问题 这自我伤害问题 你看从现在到今天 今年年初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不管是清泉刚的自我伤害案件 或者是陆战队的自我伤害案件 会有这么高的伤害案件 你说我们不光听国防部自己的调查吗 还是谁要去调查 当立法委员没有资格去调查 你指望这些监察委员能够查出个什么问题出来 其实我特别要讲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高的一个自杀死亡率 然后我们居然不管社会媒体 或者是国会的立法委员 或者监察委员 没有一个人主动调查 那到底是招募出的问题 是你这个不分青红皂白 只要收进来人子里面的都是兵 为了账面上面数字好看 我今年招募有多少人 那些心里有问题的 或者是说这个对部队适应生活不够有问题 没办法适应的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用骗的人把这些人骗回来 骗他进来 我们这边每天暗时放下 每天生活很开心很高兴 每天唱歌跳舞 这种过日子 每个月还可以领多少钱 你把这些人骗进来 骗进来他发现说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那他到部队适应生活适应不良 或者是说这是第一个 你招募就出了问题 第二个是 你是不是里面管教出了问题 对不对 有没有霸凌的这种事情发生 有没有老兵欺负新兵的这种事情 那第三个是退场的机制 你有没有给这些士兵退场的机制 那他如果说是在军中 他适应不良 他希望能够离开军中 他觉得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生活 那他想要离开 那你有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退场机制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 你不能光听国防部讲 我在军中这么多年 我带过很多兵 我太了解这里面的军中的次文化 这是一种次文化 那要谁来调查 你听国防部去调查 他一定是说他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不管是个人感情的问题 或个人的这个抗压性比较弱 我都会背了 但是关键就是我刚刚讲的东西 那这要靠谁来调查 法律上面可能没有办法还这些 已经自我伤害 这个成案的这些官兵 一个 一个 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可是问题是说 后续怎么办 对不对 你最起码监察委员 你现在 我们没看到监察委员有任何动作 现在这些事情 报纸报完 好像事情就过去了 监察委员没有人在主动调查 调查这件案子 国防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死亡率 所以说从这个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说 从看到国军 这自我伤害 没有 国会里面居然没有 监察委员也没有 启动调查的程序 然后你还指望说是 吴云飞这个超市弹 能够查出什么东西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 刚刚主持人问我说 将军怎么看 将军闭个眼睛看 好 所以啊 国防部看起来调查 不出什么东西来 立法院现在不能够调查 那你说要靠着监察院来调查吗 还是要靠着法律司法来调查吗 怎么看起来好像都没指望呢 好了 吴云飞呢 现在呢这个 这个慢条思理的回来了 结果呢也不用深压 然后呢 整案件超市案 没有一个人被压 那么是不是 网友就说真的是啊 这么害怕民进党吗 又有一个案例了 那就是郑文灿的案子 他涉嫌收费500万 然后呢是要乔逝地的重划 被检方以贪污罪起诉 在前天桃园地院首度开庭了 大家原本以为说哇这样子压了 这么久的时间 七年啦 侦办难度是不是很高呢 万万没想到 这行贿的白手套啊 竟然一开顶 一秒就认罪 结果15分钟结束了 那看起来好像应该 很快可以半个水落石出了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审办长就说 我要请长假 而且呢 这请假一路请到他退休为止啊 哇 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桃园地院炸锅了 法官怎么看呢 其他法官就说你逃避沟通 都不是解药啊 有些事情是可以被掩盖的 但是不会被遗忘 是有人不想要增加工作量吗 是不想冒着接到大案的风险吗 还是纯粹便宜形式呢 所以现在院方就是要迫使 其他不能够退休 不能够请假的法官 一定要来接受吗 那林涛也说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案子我不审啦 所以大家是碰到郑文灿 就要赶快躲起来吗 好 过去郑文灿的涉碳案 被押了七年两度签结 甚至是检调申请搜索票 五度被法院驳回 现在司法审判刚刚划出第一步 结果法官立刻请假落跑了 网友说这生了什么病啊 难道是生了新病吗 以前碰到民进党的案子 司法机关好像不是拖 就是轻败 现在法官是干脆直接壮事断腕 把他的职业生涯 给自我了断了吗 汉你怎么看 首先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法官他是不是真的 可能这个有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问题 如果真的健康有问题 那应该是要去住院 比较能够不会让大家怀疑 那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知道 但如果是因为大家所假设的 因为害怕碰到这个案子 或因为来自到各种的压力 所以才采取 一路请假到退休 这就显示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啊 竟然就是基层的法官 在抱怨这件事情 或者在批评这件事情 只批评他 那你的案子就丢给别人审 造成别人的负担 这个批评也层次太浅了吧 难道没有发现更大的问题吗 第一个 如果真的来自到了 方方面面的政治的压力 或者无形的压力 或者他是自我审查 担心跟害怕 做出判决 很可能还会得罪 郑文燦的残余势力 或郑文燦背后的老板 怕得罪蔡英文 怕判得太过了 又怕判得太轻了 又怕得罪到赖清德 哎呀 一边是旧黄 一边是新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干脆都不要碰 如果因为如此 那正好凸显 台湾的司法独立是假的 这所谓的司法公正是假的 即便有各种的保障 对吧 你的任期制 你可以一路做到退休啊 你可以放心啊 那你还是会害怕 这凸显了 司法是假的 而且民进党的恐怖统治 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否则法官何必担心呢 或者是你内心里面 必须要去承担来自一种 很形而上的 很这种很莫名的这种恐慌 那这个恐慌又是从何而来呢 不就是民进党执政 才带来这种恐慌吗 你说马英九执政时期 难道有法官不敢判马英九 不敢审马英九吗 好像没有这种事情吧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我们就算对马英九坏 马英九也不会报复 因为马英九是偏偏君子 但是对到小人 糟糕了 这个小人肯定会报复 这就是民进党 给大家带来的感受 那第二个 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最后 没有什么人愿意碰 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那这也会让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 又有一丝喘气的机会了 我有权有势嘛 对吧 就算真的 未来政治斗争被抓 法官都不敢判我 因为我背后有老板 我背后有势力 这就会更加助长贪污腐败的风气 也会增加助长这些设臂人士的侥幸心理 再来第三个 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一个法官可以一直请假 请到他退休 然后这个案子就暂时就 真的没怎么办 对吧 然后就要等待分案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吧 我们可以容许一个法官 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距离他退休是多久 如果说是隔一天 他请一天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请的时间很长 这样一个请假到退休的制度 是不是本身就应该来做检讨的呢 那请问一下 我身为台北市议员 我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请假 请假到下一次的这个选举之前呢 对吧 我也生重病了 对吧 那行啊 当然不行啊 那为什么法官可以 那为什么其他的行业 每个人还是要认认真真工作到退休 他可以请假到退休 然后手头上的事情都不用做 正常人请假 你手上的业务也是要做完啊 再来最严重的 就这整个案子 整个事情都会打击到人民对于司法公信力的信任 虽然在民进党执政以来 这个信任程度就已经越来越低了 但又碰上这一件事情 所以未来大家都会知道了 所谓的这个北检 你从办柯文哲跟办超司 还是同一个检察官 他们的办案进程跟他们的比较标准 就已经知道完完全全的是双标 那么对待超司的案件 怎么样才叫做跟柯文哲同意标准呢 很简单 就先把陈吉仲 陈俊济这些人呢 先积压 然后再查有没有金流 做到这一点 我才觉得那才叫做公平公正 郑文灿的社谈案 承办法官传出 一路要请假到退休 在司法圈真的是议论纷纷啊 就有不具名的桃园地院法官不满的说 到底是有人不想要增加工作量 还是不想冒着接到大案的风险呢 痛批啊 逃避不是解药 你知道吗 这个资深法官的月薪是将近20万 那么审判长还会有津贴 但这审判长现在是减薪也不在乎 然后呢 背负骂名也不在意了 所以到底审这个郑文灿的案子 是有多大的压力呢 郑文老师怎么看 法律来讲一般就是三种人嘛 比如是应该来说 最政治味道最强的应该是检察官啦 会文蓝绿 那律师是两极化 有一些人就是要赚钱啦 特别是做帮有钱人做律师 或者做辩护 或者是做海商法比较赚 当然也有不少是做这个 所谓的人权的这个部分 站在正义啦 那话又说回来 那个也许在日本时代 也许可以 你光是看到美丽岛的辩护律师里面 有多少是六倍要出新的 坦白讲 这是民进党自己的人在怀疑的嘛 所以呢 法官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啦 只不过说就法官来讲 是蛮奇怪的 有一个长辈跟我讲啦 说法官里面吃素的很多啦 你知道我们吃素是全素肉边素 然后呢 初一十五 还是每个礼拜一次 还是每个每天都吃素啦 那我听说是作业高的 位置越高的 吃素越多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 你知道有一些是很重要 还好现在没有死刑了啦 所以他们大概就比较不怕了 OK 好 所以呢 这里我要回头讲说 通常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呢 第一个呢 当然如果是很积极的是 投其首号去学检察官啦 但是当法官的 通常比较不会说 他想要进一步 要去当法务部长 顶多是大法官 那种实务性的定多啦 OK 所以呢 投其首号的 那么积极的法官 大概很少很少 那第二个退额求其次 就是很消极的 消极的意思是 我就应付了事好了啦 能过去 反正到底这个可以拖久 那三省定业不想要拖多久 搞不好说二十年 我也不知道 啪啪照啊 OK 那第三个是打安全牌 安全牌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装死啦 假装生病啦 OK 如果你是女生 如果年轻一点点 还可以预婴假嘛 那你这边呢 是不是说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 我们知道要有月退风应该是十五年吧 我看这个法官应该也有十五年了 所以他一装就装死一样啊 我就不晓得他是不是有点 是以年的那个孙兵跟庞娟 有没有 就是装死嘛 装雅巴等等啊 手脚跟断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怜的啦 就是说因为民进党里面 念政治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念法律的一堆啦 那他是站在正义呢 还是怎么 我看到现在是一堆法律的 包括大法官是互主心切啦 头其首好 还蛮可悲的啦 OK 只不过说回到郑文燦这个部分啦 郑文燦到底是会怎么样 我是觉得呢 如果站在这个赖清德来讲的话 头号战换是小英 但是呢小英他是untouchable 你不能碰的 就像有点像是芝加哥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黑社会 卡碰一样 卡碰一样 不能碰 因为背后就老美 他过去八年里面买了多少军火 那就是保险啦 坦白讲啊 他装锋作傻 他搞不好他跑到 连英国不让你去 那结果他搞不好 美国可以有流氓症 流氓可以收留你啊 OK 但是呢 接下来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 郑文燦 因为郑文燦呢 是篡位 本来说好的 我们新潮流里面 大概都有排班的嘛 对不对 结果你结合郑文燦跟小英勾结 来把我骗了我 然后呢 这个你要取而代之 所以我是觉得说 人家想的是儿皇帝啦 你什么都不是啊 所以那些所有的怒气呢 我觉得是他搞不好 这个赖清德恨KP的程度 因为他不可能 接着要来选2026呢 对不对 郑文燦一定会关到死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好